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东舰两艘航母 这两艘均为常规动力7万吨级 华越起飞与美军尼米兹福特相差甚远 但到了正在上海船台组装的003 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 据悉这艘航母排水量达到了8.5万吨 搭载70架舰载机 依然采用常规动力 但却配备了三部电磁弹射器 因为它装备了马尾名少将团队研制出的综合电力系统 使它在常规动力条件下 依然能为电磁弹射提供足够的电力 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连美国的都没有的技术 其战斗力将超越小鹰级能够与尼米兹级相匹敌 通过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03与尼米兹级的动力系统相比 一个常规一个核动力 这场003输了 再对比舰载机F18与歼15 同样属于三代半战斗机 因此这场平了 然而起飞方式003电磁弹射 尼米兹蒸汽弹射 这场尼米兹输了 舰载机数量003是70架 尼米兹80架 二者持平 舰载机水平和数量 这两场二者互相持平 003赢了一场是起飞方式 尼米兹赢了一场是动力系统 就此二者持平 然而大家最期待或许 就是接下来准备建造004的超级核动力航母了 这艘航母的战力将能够与福特级相匹敌 很多人都会说了 这才是中国的第一艘核动力航母啊 其性能怎么可能跨越美军40多年建造10艘 整整一代航母的路 直接达到福特的标准呢 原因很简单 看看美国所拥有的尼米兹级航母的配置都是核动力 10万吨蒸汽弹射 F18舰载机 40多年整整一代航母的配置几乎都是原地踏步啊 直到最近的福特级才升级了电磁弹射和隐身舰载机 中国下一艘航母能达到此配置的理由是 首先核动力这是已经确定的 吨位随着动力的升级 吨位自然肯定也要升级 再有电磁弹射003常规动力都上电磁弹射了 那004核动力舰更得是电磁弹射而不可能退化了 隐身舰载机 现在歼31的2.0版本已经试飞成功 到时候歼31的3.0版本也许也就出来了 隐身舰载机也有了 另外舰载武器还有2-3门射速1万发的1130速射舰炮 及2-3座海红旗10导弹 而且其舰长可能增加到338米 排水量将达到10万8千吨 这是技术元素组成了我国能与福特级匹迪的超级航母 海军是神奇的存在 相比陆军要克服在广袤无边的大洋大海上的苍凉和无所依仗 更要克服面对天地间悠悠空旷的蓝天海水的估计 那么海军能依仗的只有各种装备 首先航母就是作为海军在大海上的移动堡垒 一艘核动力航母能够在备战状态下长达十几年 二十年不用关闭核反应堆 随时处于待命的状态 这个能量的消耗是非常缓慢的 能量的补给简直是可怕的存在 相比之下常规动力航母的重油 每一次加油需要耗时许久 更是要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有加油补给才能航行 否则就寸步难行 这样的悬殊对比 核动力航母仅仅从动力方面就已经傲视全球 更别说还有大量的先进装备 以及各种最新的武器加持了 那么既然核动力航母这么厉害 我们中国海军已经通过这些年的努力 升级成为在世界上靠前的水平 为什么我国为何不建造核动力航母呢 是因为建造不出来吗 那么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到底有多难呢 海军的装备在作战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浩渺大洋上是微乎其微的存在 只有依靠现代化的武器设备 才能进行有力的防御巡查和反击的 那么对海军有着非凡意义的核动力航母 到底建造难度有多难呢 首先核动力航母的动力源头就是核反应堆 需要克服很多技术问题 解决核燃料的安全问题就非常难 在核燃料长时间燃烧的过程中 怎样保证高温核燃料又不会泄露 是一项非常难以实现的高科技工程 我国刚刚研发成功的第四代核电站 已经使用了亥作为制冷剂的气冷反应堆 能够确保在高温1600度以内 不会发生任何的核泄漏事故 作为核电厂的发电燃料又 每年需要30吨左右 在一艘核动力航母的核反应堆上 需要多少核燃料呢 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的核反应堆 从来没有公开过核燃料的更换重量 以及相关的细节 但是估算使用的核燃料 总量为345公斤左右 配置两座核反应堆的话 总重在690公斤左右 尼米兹级航母的核反应堆 一般正常使用13年 续航能力达到100万海里左右 才会更换第一炉的核燃料 如果执行出海任务少 航行里程少的情况下 核反应堆长时间处于关闭状态 核裂变停止消耗 航母或许整个服役期 都不用更换核燃料 而更换核燃料的工作 可不像加油那么简单 则是比安装核燃料 还要麻烦的工作 需要整体切开航母 拆除反应堆 进行更换和修补航母船体 还要在整个过程中 做好非常多的防辐射工作 才能够有序进行 整个的更换燃料的时间漫长 完成就超过一年 美国目前最新再造的 具有弹射战斗机功能的 新型航母已经重新升级了 核燃料反应堆 很有可能达到50年 续航服役终生不用更换燃料 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某种程度上来说 核动力航母和永动机 也是一般无二了 那么我国就算能够建设一座 核动力航母 目前还无法解决 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这也是建造航母 非常难的具体体现 实际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能保障核反应堆 在航母服役几十年间都安全无泄漏 如何能安全地完成核燃料棒的防辐射更换工作 这简简单单两句话的事 其实在实际工作中 可能是需要几十年才能跨越的一道技术天浅和鸿沟 操作起来千头万绪非常艰难 另外我国目前还没有功课怎样在航母有限的空间里建造小小的反应堆 既能提供源源不断的核动力续航 还能安全无泄漏做好重重保护 这些专利技术含量极高的军事机密 也是美国从不向外界透露一星半点的国家最高机密 更是我国军事领域需要自主研发突破的技术瓶颈和诸多难点 核武器是一柄双刃剑 听上去美国使用核动力航母似乎微风八面 但实际上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在维护方面也有很多的技术难题 只是不对外公布而已 我国军队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国民为主要任务 从不向霸权主义国家总是伺机干涉或挑衅别国 建造航母难还在于费钱太多了 所以在没有十足的安全的保障情况下 我国不会贸然建造核动力航母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 核动力航母虽然在动力这一块听上去很节约燃料 实则在使用和维护方面每年烧钱非常可怕 美国一艘航母服役期间预计要消耗3000亿美元 我国海军除了航母还有大型的国产驱逐舰和核潜艇 护卫舰等多种灵活机动的编队作战群 对于近海防御和作战完全胜任并且保障战斗能力充裕 所以并不是继续航母来进行国防装备 所以没必要仓促上马核动力航母的项目 未来我国会随着科研能力的提升 也许会有建造核动力航母的可能 航母作为一种大型水面舰艇 普通人根本见不上 只能在网上领略一下航母行驶的壮观场面 简单来说航母相当于一个移动的海上军事基地 它本身没有作战能力 主要依靠舰载机 舰载机性能的好坏 直接决定航母的作战能力 美国之所以保留为数众多的航母 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行其全球战略 中国在航母领域也一直在进步 目前我国挤身双航母国家行列 尤其是山东建服役后 外界对我国海军的关注度也比较高 同时舰载机建造工作也在不断推进 更让人兴奋的是国产航母传来好消息 我国海军终于亮出底牌 实力不再隐藏 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航母研发 即使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下 我国科学家克服各种困难 在技术上有了更大突破 专家此前曾经公开表示 我们已经开始了核动力系统的研发工作 零龙一号核反应堆会起到推波助浪的作用 如果将该系统应用到下一艘航母上 将会成为一张实力强劲的底牌 专家称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研制核动力航母 对此外国媒体认为 这比他们想象的提前了五年 不可忽视的是 建造航母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撑 更需要强大的经济做后盾 如今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仅次于美国 能为航母建造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 同时有了经济的支持 也能让更多的科研人员投入研发工作中 从而加快航母研发进程 目前世界上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 只有美国和法国 美国一边发表航母无用论 一边快马加边制造航母 不少国家信以为真 放弃航母的建造计划 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提高自身军事实力 这才是护身符 实力强悍了 别国才不会欺负 总之 航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 拥有更多的航母 海军的战斗力才会大大提升 实际上从2020年开始 关于003型航母的卫星照片 就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和流传 因为一项技术的使用 让这个问题充满了挑战 那就是003型航母将使用电磁弹射技术 按现有的技术分析 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将要用到核动力 否则可能无法为电磁弹射系统提供足够的电能 好了 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